单质量要大家多倍一下 就这样子 OK吗 靠前仔细叮咛 就怕儿子太紧张 无法发挥实力 希望未来有一个出路 有一个工作 稳定的工作这样子 护理有时候又遇到一些 病人的家属不理智或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有一些需要体力上的东西 我反而觉得护理系 需要很多的男生来加入 资源我觉得非常的棒 除了原住民专班外 今年首度招生 卫福部玉璃医院的华东专班 让学生毕业及就业 将近七成的考生 符合两种资格 录取几率倍增 我们今天报名的有18位学生 都是具有原住民身份 然后他们的户籍都是设在 秀林祥 将来学成之后能够回馈祥礼 毕业之后没有考到护理师的话 因为他们有很大的一个长照机构 所以他们会用照服员的身份 去聘任他们 花东的护理能力很欠缺 那我们玉璃医院的话 将来就是需要做一个 就是长照转型 那我们未来会有 就是400床以上的 住宿型长照机构 那其实未来的人力缺口会非常的大 不只补足人力短缺 考进专班就有供费生资格 能减轻家庭负担 像是制服学杂费 统统有不住 达到学业和操信成绩门槛 每个月占领5000元零用金 照顾花东学子 也培育未来的护理人员 提高照顾品质 大海新闻 黄文旗 牛书品 邓明宜 花莲报道